美国移民局12月27日宣布 将上调加级审理服务费用以适应现有的通胀水平 国土安全部将把加级费用上调所带来的收入用于一系列服务 包括改进裁决程序减少案件积压 以及其他方式资助移民局的裁决和入籍服务 I129非移民劳工申请H2B或R1 有此前的1500美元上涨至1685美元 所有其他I129有此前的2500美元上涨至2805美元 I140外籍劳工移民申请基于就业的分类E11 E12、E21非国家利益豁免 E31、E32、E23、E13和E21国家利益豁免 有此前的2500美元上涨至2805美元 I539延长变更非移民身份申请 有此前的1750美元上涨至1965美元 I765就业授权申请 某些类别为C03、A、C03、B、C03C的F一学生 有此前的1500美元上涨至1685美元 费用变更将于2024年2月26日升下 如果移民局收到邮戳日期为2024年2月26日或之后的I907表格 且申请费用不正确 移民局将拒绝该I907表格并退还申请费 在去年议会第205号法案通过后 加州居民的电费在2024年可能会以收入水平为基础 加州最大的三家电力公司南加州爱迪生公司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和圣地亚哥天然气和电力公司都提出了这项计划 称根据这项新法律 低收入客户每年可以节省大约300美元 而年收入超过18万美元的家庭最终将平均每年多支付500美元的电费 以根据收入对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用户的拟一费率结构调整进行细分为例 收入高于18万美元85美元每月 69000至18万美元51美元每月 280006万9000美元20美元每月低于28000美元15美元每月 官员称该计划将把每月账单细分为固定费率 以及根据消耗量减免的使用费 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 对于因房价上涨而被迫离开加州的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 反对者担心这项法律可能会削弱节约电力的激励措施 或提高消费者使用太阳能的成本 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决定修改建议的最后期限是2024年7月1日 但官员们表示 在加州居民的电费账单发生任何变化之前 实施该法案仍需要一些时间 据韩联社12月28日报道 韩国总统尹西越当日在对韩国陆军的一支前线部队进行年终视察时命令 在敌人发动攻击时 军队要立即报复 然后再报告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 据报道 韩国国家情报院28日预测 鉴于明年4月有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和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等重要政治活动 朝鲜年初很可能发起武力挑衅 国情院表示 正与相关部门携手防范导弹预警系统和戒备态势出现漏洞